华市10月31号迎接了50周年 而陈淑芳跟魏子云也要来回顾他们以前的作品 包青天回来了 1993年华市电视剧包青天开播红变天 主演之一演员范红轩也在华市庆祝50周年时回娘家 还有演员杨雄杨怀明等人一起回忆过去在华市的点点滴滴 跟着金钞群戏也没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有接档的压力 上档的压力 聊起过去的时光就像触动回忆的开关 金马影后陈淑芳穿着红色洋装 充满喜气的回娘家 当时华市签的基本演员不少 所以你说演年纪大的也好 年轻的也好 大家都很战战兢兢的 我们能够在华市受华市的栽培 我觉得蛮好的 更早期的经典作品 47年前的保镖 由来自香港的演员魏子云竹燕 但他18岁就来台拍戏 更陆续演出华市16部作品 因此走红 后来又拍了一幕小李飞刀 一部戏呢 我们就用单机来拍 但是奠定了台湾 这个制作水平的一个基础 无数快制人口的电视剧 也让剧中的主题曲受到观众青睐 像是李义军的婉军 一个女孩名叫婉军 是我第一次能够唱到的 连续剧主题曲的歌 而且又是穷妖阿姨这么大的制作 这个歌呢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陪着观众走过半个世纪 也持续带来更多让人回味的经典好戏 华市新闻林亭黄建盈台报道